之前曾经报导过台北市的内湖跟松山区啊 这两年呢因为脱掉招标连续流标了16次 搞得没有脱掉车来处理围停的问题了 所以呢这两年呢就不脱掉只开单 所以很多人就心存侥幸啊 围停的乱七八糟的 但是这个月开始已经重新又启动了这个脱掉业务咯 所以车主们不要再想淘加波啊 像站在路旁红线围停的车主可要当心啊 因为台北市内湖以及松山区有两年没有专属的脱掉车 不过从这个月开始要重新开始脱掉业务 一缸外一转排临停汽车 车主为了自己方便停在红线上 这个月开始都会被脱掉 他有去松山区内湖区近两年招标流标16次 没有专属脱掉业者 变成只开单不脱掉的怪现象 停管处降低标准备重新招标 民众想投吃步得先垫垫荷包 你有脱掉都会有威力的作用吗 对对对 因为你这样子你还要付计程车钱去脱掉厂 然后那去脱掉厂之后再把车子领出来 那那个荷包来讲跟你直接拍照开一个罚单 其实还是有差 脱不脱掉真的差很大 仔细算算为非停车罚单 600元到1200元不等 但是脱掉费到每天保管费可就不便宜 加一加最少250最多3500元 不脱掉可都罚不到 脱掉招标完全全 现在松吴区分别由临近行政区脱掉业者支援三个月 但业者透露 松山区脱掉业务只执行了15天 只有临时喊咖 微停乱象还是只能开单处理 较大对此不回应 但怎么处理微停问题 得赶紧向民众好好交代 最近吴俊宇的主观站台北报道